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云上俱乐部 每周六的云课堂 今天呢是我们 一月份 就是读书月的 第二次讲座 今天我们讲座的主题呢是 海外华裔作家的文学 作品介绍 今天呢是这一部分的第一讲 我们还会有第二个部分是 专门介绍海外华裔的文学作品 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 来自多伦多图书馆的管理员 桂康来到我们的云课堂 桂康呢他自己呢是 不仅是工作在 就是书海当中啊 在图书馆工作 而且他本人呢特别喜欢读书 也愿意把他得到的这些 图书的信息呢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很开心 邀请到桂康来到我们的云课堂 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这些 优秀的海外华裔的文学作品 好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桂康 谢谢多伦多云上俱乐部 对我的邀请 今天晚上有机会 跟大家交流共享 我们中文图书俱乐部 过去八年来 一些一些作品 华裔作品 那我先等一下 我先把那个文件 打开了 因为这第一次使用那个东西 今天使用说明有点不太熟悉 正像刚才那个九弟介绍的 我们中文多伦多图书馆 中文读书俱乐部呢 就是说我们过去八年来 一直是做那个这方面的工作 来弘扬那华人的那个文学作品的欣赏 那么在从2015年到现在呢 我们举办了很多场那个活动 大家知道在疫情之前呢 我们有机会 是在那个杜伦多图书馆的那个 馆里面搞那个活动 那么疫情之后呢 从2020年以后呢 我们逐渐把那个 我们的作品 我们的活动搬到那个线上来搞 那么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活动不仅的数量 而且质量也大大提高了 我们过去在那个 在馆里面做工作的时候 做活动的时候 我们每年差不多是 也就是三次左右 然后每次参加的活动的话 也就是说七八个人左右 那么自从2020年 我们班上那个网上线上做活动 我们的那个有机会 扩展到更多的读者 因为这个网上活动 大家知道 他参加的不是地区的范围的限制 有更大的灵活性 那么这里面我想跟大家 展示一些数据 2020年呢我们第一年 我们做了五场活动 那么2021年呢 我们做了十一场活动 去年2022年我们做了七场活动 那么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们还有机会 邀请到一些加拿大的华裔作者 来做现场跟我们的那些 听众中现场交流 这里面包括了作家张灵 包括了李燕教授 华铁路大学的李燕教授 还有包括了郑晓文 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上场写 那个中国移民在加拿大 在美国那个生活 还有来自中国的作家陈和 和来自中国四川的谢宝毅 这些作品 这些他们的那些作家 直接有机会跟我们的听众 在现场直接进行交流 非常有意思 那么大家知道 在今天的活动当中 通过九地女士做的海报当中 都知道 今天晚上我们主要是讨论 六位华裔的那个 作家他们的作品 这包括张龙 冠宇倩 齐班园 来自台湾的龙音坛 和颜格林 跟这些加拿大作家藏林 大家觉得我现在那个声音 清楚吗 可以的 可以的 那么我今天足够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六位作家 这些六位作家的作品呢 就是说相当丰富呢 今天呢我只能是说 选择性的介绍每位作家的 他们的一部代表作 这些这六部六位作家 我们都讨论过他们的作品 而且很多作家 他们的作品 我们讨论过不止一次 那么第一部作品的话 第一个作家 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是他的名字叫张龙 他的作品呢 就是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那么我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部作品 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这是作者张龙 第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那我在这里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作者张龙 张龙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那个就算是红偶代 他1979年呢 有公派 派出去去英国的约合大学 功德语言学 在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 他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 第一个获得英国大学博士学位的 一个人 那么他的说 红三代中国女人的出版 在当时英国出版历史上 是非小说类的 他是自传体的一个自传体的那个书 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 被评为20世纪最佳书籍之一 至今已经翻译成30多种文字 在全世界出版了超过1000万册 所以这个成就是就很难就是说 别的作家能够达到这个这个规模的 那么我接下来会最后会介绍 就是说这个作家张荣 他出版那个书呢 就是说这本书 除了他的中文版以外 当然还有30多文字 包括英文版 在我们多伦图图书馆都有的 中英文都有 他除了这本书 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以外 他也写了那个毛泽东 显微人质的故事 慈其开放中国皇太后 尤其是后者那本书 完全颠覆了我们很久以来 对慈其太后那种负面的认识 这里面我特别要提到 就是说 红中国三代女人的故事呢 在那个网上 德国之声 如果你知道 听过那个德国之声的 他的网页上有 他详细的那个 那个语言 语言那个分篇分章分节来播报 你可以听故事 所以你可以读那个书 在图书馆借那个书去读 也可以通过德国之声的那个网站上 来收听或者下载他的故事 那这里面呢 我会接下来 会提供一个 就是说连接 那个在后面我会连接 所以对那个 红的那个故事 三代那个中国女人的故事呢 就介绍到告一次段落 接下来的第二本书呢 就是说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曾经旅记在德国 很长时间的那个 作家冠以谦 他写的那个书 他的书呢 叫《浪迹天涯》 大家可以看看 这本书的那个 子字书的介绍 《浪迹天涯》 一个追求自由者的字书 这是也是那个一个 自转体的那个书 作者冠以谦呢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物 这必须要提到 就是 他是一个也是一个 就是说 高干的子弟 他的父亲呢 叫关西斌 原来是国务员的参事 这里面必须要提到 你看那个书的时候 里面见解会提到 当然不是很明显 他的父亲关西斌 曾经是那个 周恩来邓一超 在南开的那个 等于校友 等于是南开的那个校友 所以有这层关系 就是说后来解放以后呢 就是关西斌呢 就是 当然国务员参事 享受部阶的干部的待遇 当然很长时间 在那抗战期间 关西斌就是说 长期从事那个 地下党的统战工作人 这个根据豆板上那个介绍 我这引用豆板上的一些资料 就是说 这本书叫浪尽天涯 一个追求自由者的那个字书 它是一个 一部内容实际 十分丰富的自转体的 即时作品 在这个指数当中 就是真实生动 细拟技术的 自己一生 从国内到海外 极其丰富 传奇色彩的那个 曲折人生经历 包括他在那个 成长在国内当头的战争年月 实际上他就是 在那个在上海 那个地方进入青少年时期 然后呢 他有一些跟那些后来影响他生活的地下党的一些交集 然后经历了新中国 成立前后的各种重要活动 包括 日本清华 解放上海 开过大典 抗美援朝 苏联援华 反右斗争 他那个不幸的时候 他被划成右派 下放到青海 那个 所以这书里面有详细的记者 然后他下法劳动 然后三年自害 自然灾害 他那个非常非常艰难 然后呢 他由于有这样一个高干 担任高干的父亲 关系兵的那个帮助 他又回到 那个等于是政府机构来活动 从事外交活动 但是呢 文革期间呢 他又遭受磨难 他在那个走透无路情况下 他 通过非法手段吧 获得他人的一个护照 日本友人的一个护照 然后呢 就出出海外 这个经历是非常惊险的 那个 他的书里没有详细记载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他等于是以难民的身份 离开中国 然后呢 他逃到那个 最后在埃及那个地方 住在监狱里面 待了一段时间 那么后来呢 实际上这段时间也蛮有意思 他由于受那个 在中国这段时间 那个 那个 那种洗脑的影响呢 所以他放弃了 去美国的机会 然后呢 后来去 他选择去往德国 然后 重新人生的开始吧 就是说有一个机会 所以他这里面有非常平不清静的得意 又有九死一生的那个 那个伤痛 九死一生的磨难 有金轻动魄的出逃 又有接候余生的幸运 还有悲欢离合的婚恋 这里面提到就说 书里面也提到了 他跟他的妻子 双生都化身右派 实际上是非常惨的 他们当时有一个孩子 这里面提到过 那么他离开那个中国 去了德国以后呢 他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他点点滴滴展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 独特非凡的人生经历 我们可以想象 在五十五万被化身右派当中 有多少人能有机会 像他那样子 当然他不是唯一一个离开中国 但是他是非常 重新非常有罕见的情况 那么我在后面的时候 我还会提到 因为他在德国 后来也找了一个德国媳妇 那个德国媳妇 陪伴到他的人生的后半层 他那个德国媳妇呢 他取一个中国名字叫海佩春 他也写了一本书 叫德国媳妇中国家 这个我在后面会 详细介绍一下 稍微提到一下 那么 第三本的书呢 就是要介绍一下 台湾作家 齐巴远的巨流河 这是这本书的那个 指质书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看 巨流河 那么 齐巴远这个作家呢 他是一九二十年出生在 中国辽宁的铁岭 他是一个作家 一个学者 也是一个翻译家 他是台湾地区 那个国民党 来自中国东北的元老 那个 吉思寅的长女 他在那个 齐巴远在八十岁高龄的时候 创作了这部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 叫巨流河 在二零零九年的时候呢 有台湾那个天下出版社 我看看啊 是台湾那个 台湾出版的 在中国大陆的话 也有也有他的版本 但是我要跟他大家交流一下 就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版本 有大量的三级 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 一本书如果 不管是图片也好 文字也好 章节也好 如果删除 他的那个质量 他的那个 就我们成为他的那个完整性 integrity就是完全受到损害了 所以你要看他 原来怎么写的话 最好看他的 全本的就是魏三级版 那么为什么取名叫巨流河呢 就是说巨流河是清代 称呼辽河的名字 因为它是中国的七大运河 江河之一 辽宁百姓的母亲河 这也是书名的来源 那么前半部 七八年从他儿子的故乡 开始写起 写他的父亲 其实因追随的 郭松林将军 岛哥 张作霖 兵败 巨流河 开始从 东北流亡到关内 接着九一八事件发生 又从北平 转转到南京 到汉口 到重庆 在父亲的班之下 就读南开中学 然后考虑 考虑国立武汉大学 他的个人成长 跟国家商量如影随形 后半部 主要写台湾光复 就是以后的1947年 到台湾定期60年来的 工作生活 所以要了解中国大陆的历史 要了解 二战以后 台湾的发展历史 这是一部非常有史料价值的书 所以我特别会提到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说 我会提到那个龙英台 龙英台那个 他的书呢 今天我没有他的那个指质书 但这本书呢 在图书馆里面 都有 而且在互联网上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本书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 首先那个作者 也非常有 有一点 很多方面跟那个西班牙人 有类似之错 他们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龙英台的母亲是我们浙江城安人 他的父亲是来自湖南的 很少有像龙英台那样的人 即作家 学者 跟政治人物一生 咱们大家知道 你要 查一下龙英台的那个简历 从 危机百科上就知道 他是台湾 历史上的一个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 作家 学者 跟政治人物 因为他是第一任 台北市的那个文化局长 也是 台湾历史上第一任 文化部的部长 他是又是一个学者 他在那个台湾 他在香港都教学 所以他是一个 有各种特点 集成在一起 他又是一个 政治 又是一个学者 他又是一个作家 所以他这本书呢 是写给大陆人和 所有中国人看的 全书的中心 意思的是 以普世价值的反应 反思1949年以后 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 所引发的一部分人的 大迁徙 大逃亡 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我们 这些人 我相信今天 参加活动 大部分人都从国大陆过来的 那么我们都 或多或少 就是说受原来那种 这种教育 有这方面的 洗脑这方面的东西 那么你第一次看到那本书呢 就是说 中国 尤其中国大陆第一次读 这样的书呢 就是跟我一样 就是有一种 第一次 出镜 去香港看到满街的 青天白日级的感觉差不多 一种重新的感觉 一种和你以往 灌溼到你的大脑里面 完全不同的思想的撞击 这点就是说 可能是大家会有这样一种 一种感受 那么 第一部书呢 我想介绍一下 就是说 小一都贺 就是这本书叫小一都贺 由著名的那个作家 以及海外的 美国的作家 那个 严格林所写 在中国那个 当代的文坛上 很少有像严格林那样 才华横溢 高产的作家 他的许多作品 改编成影视剧 那么我这里面 引用百度的一些介绍 这本书呢 就是小一都贺 写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实际上就是说 在东北这方面 这历史上是非常普遍的 他讲了这日本女子 中类多艺 艰难曲折的人生 实际上就是一个 日本的遗故 在东北的故事 说白了就是 他1949年 日本战败以后 他当地的一个老百姓 叫张俭父母 买下了日本 姑女 多贺为其家庭 残忠接代 以弥补张俭之旗 朱小欢 无法生育的余汉 此后 多贺为张家 生儿育女 在时代的妇女中 为他们 与他们相依为命 小说书写了 特殊年代一段 荒诞而真实的故事 说说两个善良 宽容 坚弩的女性形象 展示了作者 对女性命运的深刻关注 你看了这本书以后 你再去看看 就是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做个比较 就是说 那么我一会还会进一步介绍 叫严格林那个出版的小说 这是很多很多的 而且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 像金灵十二财啊 千玉啊 这些都是都非常有名的那个作品 还有那个方华 大家可能知道 那个贵来 龚立主演的电影贵来 也是根据那个严格林的作品写 那么我这里面特别想提到 就是最近严格林的书跟作品 在中国大陆都已经被下架了 那么其中的原因呢 我不想在这里面读解释 你在互联网一查就知道了 这个东西我专门想提一下 那么今天的最后一本作品呢 就是张林写的那个作品叫《劳燕》 我线手头上呢 就是说没有他的中文版 但是有他的英文版 有意思的是 那就是说2022年 就去年的话 我们邀请了张林两次 讨论了他的作品《劳燕》 五月份讨论他的那个作品 《劳燕》的中文版 然后11月份又邀请他 讨论他的作品 的英文版 英文版是新加坡的一个翻译 帮助那个完成的 他的那个作品《劳燕》呢 就是中英文两个版本的都非常受欢迎 英文版你要在那个亚马逊上 你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万多个读者的评论 这个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素质呢 那么张林在加拿大呢 是有特殊地位的 加拿大华人作家里面 有相当有地位的 因为在加拿大华人里面还很少有这样一位高层的 取得那么高的成就 他目前已经完成九部长篇小说 下来我就在 在多伦多书国的目录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给大家分享 还有许多中篇小说集 展文跟随笔 他写的随笔 就是说随便写一篇 拿来就非常出色的 那么今天的讲座完以后呢 我有机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写的那个 就纪念比如说女王的那个作品 他在写的那个 他去美国上学 几十年以后回去 跟那个导师见面 这些随笔 这写的非常好 那么他这些 展文跟随笔 经常在国内外的那个 国内的报刊上发表 那么《老远》这本书呢 就是说实际上是 藏林的一部抗战背景的小说 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 就是说 那段非常取真那段历史 就是说我虽然看了不少说 也喜欢历史 但是对那段背景 我确实是一点不了解 就是说他讲的就是说 在二战期间 就是说中美两国有一个情报的 那个分享交流的一个机制 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战时的陪都 成立了中美合作社 但是我们理解的中美合作社都是通过 那个作品红颜那个介绍的 把那个中美合作社写得非常那个面目正明 实际上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就了解到 中国美国在那个澳战期间 在抗战期间所做出的那个合作的 取得成就是有默工作的 非常有价值的 他们接下来那个就是说视频 就是说那个presentation 那个我会跟大家详细的分析 这部作品里面就介绍了 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孩叫阿燕 她跟三个男人之间的关系 说白了就是有个人通俗的话 就是阿燕跟三个男人的关系 一个是她的那个青梅猪马的 那个同村的那个伙伴叫刘兆福 阿燕伴随刘兆福渡过 她生命的最后阶段 是的刘兆福短暂的人生 画上圆满的句号 一个呢是 另外两个是美国人 一个是行医的牧师 一个是训练员的教官 行医的牧师呢 收留他帮他教会他行医 他就凭着这个技巧呢 最终度过最艰难的那个生活 并且在那个最危急的时刻 为刘兆福称起了一个 遮风避雨的小窝 但是书中描写得很清楚 最让阿燕所倾心的是 美国那个教官 最后他跟那个教官 有一个孩子 这孩子很多年以后去美国 又跟那个 这个美国 那个训练员的军官 见面 但是那个故事 就是发生在那个 很多年 几十年以后了 这个故事非常非常 你看书的时候 就会了解到详细的情况 蛮有意思的故事 而且这本小说的写作方式 非常有意思 它是通过那种倒序 插序那种方式 来表达出来的 来通过那种外国禅教士 对中国的了解 外国军官 中美合作社 那些海军 美国海军军官的了解 他是从他们的目光里面 从各角度的那个目光里面 来了解 当时那个战争的情况 那么这里面 我就随便举一些那个例子 就是外国传教士 帮助阿燕 学习医术 那么他不可能像 西方那个正规的那种 那种医学院去学 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把那种常规的 比如说要经过五年八年 正常学习的东西 他把那种压缩了 有一点像中国培养 初九二一周那个故事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说为什么会引起我的共鸣 我就想跟大家提到 就是我对幼某五十年代 也是从卫生学校学的 他后来成为一个妇产科医生 那么我就想 这两个之间 是不是有点类似之处 那么这里面有些细节也蛮有意思 就是说那个中美合作 在那个成立这样一个 培训中国那个军人来打击日库 来营救那个很多国际上的飞行员 在这过程当中呢 袭击日本的那个武器库 那个装备 我到时候我在那个 presentation里面都会提到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呢 当时中美在那个中国的13个地方 13个建立13个训练营地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在我们之江省文城县 靠前温州的那个地方 一个山区里面 接下来我会在图里面 图表里面给大家展示 但是呢 就是说在军队驻扎的那地方训练 那个过程当中呢 也会有一些军人违反纪律的情况 甚至侵害妇女的那个故事 在这里面 就是说尤其阿燕在这个情况下 他表现是非常坚强勇敢 那个 他当时就有非常胆子很大 就像军方那个报警 那个 他那个那个 那个这段描述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么让我感觉实惯流战以后 70年以后 我们有了一场所谓的那个 me too movement 就是说很多妇女 都勇气来做出 这个阿燕 当时70年以前就敢做出的事情 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在中国的文化 是非常保守的 前面我介绍了那个六本书 我在这里面想中断一下 看看大家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在这里面先简单回答一下 然后接下来继续下面的那个介绍 好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贵康把这个 今天介绍的六本那个作品 文具作品呢 就是他们的题目啊 作者啊 还有一些主要的内容 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对哪一本作品 或者他们的作者 或者内容啊 那些有特别想了解的 也可以在这地方和贵康一起探讨 我能问一下吗 就是龙英台那本书 我那个书名刚刚就说 你下次没记住 您能再说一遍吗 他那本书叫大江大海1949 我把那个写在那个 我去把那个东西写在那个 chart里面 message里面 chart里面 稍等一下片刻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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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一部书那个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能不能简绿的讲一讲 好 谢谢 好的 这个也就是我 刚刚有位听众提到 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我想准备把我的那个屏幕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就是看看详细的那个介绍 我刚刚是那个 的desktop应该就可以 哦还有那么复杂的desktop 还不行 google chrome 这个这个书在那个多伦多的图书馆 能不能去看到 可以借的 肯定可以借到 我把那个 我把那个 呃 有一个 有一个 连接给大家 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分享屏幕 因为我今天用的是 是一个 叫做 呃 Apple那个 那个手 那个电脑 Macintosh那个 那个computer 你分享不了吗 啊 有点小毛病 有点小毛病 你把它发给我 我来分享 对 你稍等一下 好 哎 现在那个桂康呢 就准备把那个材料发给我 我来分享哈 那么现在呢 就是他一边准备资料的时候 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咱们也可以在这里 啊 一边准备资料 一边讨论一下 啊 不好意思 我想问最后一个老燕的那个作者 我名字我没听明白 好我来给你写在上面 好的谢谢 哦我刚刚把那个 就是说 啊 红色的中国女人的在那个德国自身上的那个 网址给大家敲进去了 你们直接点准那个网址的话 应该可以 可以 可以 就是说 看详细一点 把这个网址出来了 嗯 谢谢 这个有这个网址就能看到这本书是吧 有这个网址你能读到这本书 哦 读到这本书 啊 这就是说听到那本书 啊 这个书呢 在杜伦多图书馆里面 呃 本身的有有有有有版本的 有有有你可以借阅 嗯 就是中文版本是吧 嗯 对 而且就说绝大部分 今天那个六本书当中 有五本书网上也有的 只是 但是我作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不能随意提倡那些东西 对吧 但是我 我可以跟我们的朋友小范围可以交流 这个是都有 但是你如果有正式途径可以到图书馆解书的话 就是说图书馆有这个那个指示映射的版本 嗯 好 那么大家呢是可以就是把这个链接呢 把它保存下来 然后呢通过这个链接呢去听这个三代女人故事 然后如果要解书那么也可以到图书馆 就多伦多图书馆是有这个指示书的 嗯 嗯 接下来我就想还是想分享一下 不知道有什么原因今天分享上是有点 我看看啊 怎么解决那个方案 分享上那个 解决那个 分享desktore你就不要分享那个或者你要分享browser也可以 要不然你直接进多伦多图书馆的网站吧 哎 好 啊 我我把那个那个连接那个东西我可以敲进去 敲进去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 就是说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呃有六本书的那个这六本书的那个多伦多图书馆的那个 你可以分享那个多伦多图书馆的那个多伦多图书馆的网址 对 第一本书呢就是说是呃 张龙的那个龙三代女人的故事啊 通过这本书呢就是说你可以进去可以看到 呃 那个张龙但是他的英文名字叫John Chan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对 呃这个这个现在那个呃 究竟你是在分享就是说呃 那个德国之声上的那个东西是吗 对我就点了一下啊对对 然后呢就说呃我刚才就说这里面你可以 这你可以把那个下面过去往下走往下走继续走 呃往下走的话就他里面会介绍那个书的那个那个按 按那个章节来来详细介绍那个那个他那个书的目录 每每一个章节里面又分成很小很多细节 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读书的话你可以听书 这个讲那个故事非常好的他是一个等于是用标准普通话来 的党党党党兽的非常好那个故事这个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 资源就是说当然了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多伦图书馆有那个书 你可以去借阅这是我们讨论过这本书写得非常好 那么第二个那个就是说连接那个究竟你看能不能呃点进去就是那个呃就是那个 呃就是那个资源那个就是多伦图图书馆的第二个呃连接 你就是对对对对这个连接的话就是说我特别你直接打资源的名字 不管是拼音还是中文你是会收不到的但是有有有办法你把资源的名字勾勾一下 你就会知道他的名字呃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呃他的英文名字叫 John Chan你把John Chan的话点进去之后呢你就看他万下轴这样子的话他就把他他有个特点他呃张张龙的那个 所有的那个作品他的他的书基本上都有中英文都有的而且很多书有他的电子版本就ebooks这个是非常有特点的overdrive ebooks 这个东西你可以看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书就红呃三代女人的故事 然后还写的就是说慈禧太后那个英文版的故事你你不要点他的那个呃ebooks 往下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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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写的那个毛呃前手维闻的故事的英文版也有了红三代女人的故事看大家看到了吧看到了对吧 嗯嗯嗯嗯看到那个后面底下来又慈禧开开开开现在中国的黄太后 这本书第一次引用了大量大案的资料研究资料啊嗯嗯那种资料来来来叙售那个慈禧太后 并不是我们想像的一个全面啊很那个守旧腐败的保守的呢 他有他的革新一面 他有他的开放的一面 这就是我们 就是颠覆我们的 宋三姐妹和他们的丈夫 这本书的话 也是有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以前就说 把宋三姐妹简单的划分 一个是爱权 一个是爱钱 一个是爱国 这种非常粗俗的 非常简单的划分 在这个书里 完全被颠覆掉了 完全被颠覆了 你会看到一个 完全不同的圣中山 完全不同的蒋介石 对不对 因为你也看到一个 完全就是说 跟我们想象的 不同的那个孔祥西 但是他们 而且他们三姐妹 他们有很多共性的东西 好吧 那么这个我就介绍 初步那个战龙的书 去介绍这个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书 我就把那个放在 那个连接里面 然后Judy可以 copy and paste 这个就是 就冠一圈的书 冠一圈的书 也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你打了 冠一圈那个名字 但是你查不到 你要打了 它的英文名字 这个就是 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图书馆里 很多时候 它那个设置的东西 对我们华人 就是特别不方便 就是说 明明这本书 是有的 但是呢 有一种原因 收入不到 就是它那个 它使用的那个 就是说编撰 那个作者的马 那个名字 它有一些 不适合标准的普通话 不适合标准的拼音 它这里面提到的 两本书 大家都可以看到 第一本 就是德国情话 第二本就是 我刚才提到的 《让尽天涯》 一个追求自由者的书 这本书 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看了之后非常好 它的书写得非常好 就是文字 文采 这些非常好 故事也极其吸引人 完全可以拍 非常优秀的电影 可以拍 这是非常有 那个时代是有特色 就是非常罕见的 它那个颠沛流利的故事 它是一个 那个朝起蓬勃的革命青年 追求自由 然后它后来 突然被打成右派 发配到青海 然后青海又回来 又在政府部门工作 陪那高级官员 跟外宾见面 在交流 登上天安门城楼 等于是 然后它又怎么在文革当中 就是走投无路 最后离开国 这个国家出逃 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 好 那么 那么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再介绍 那个第三部作品 《基班员》的作品 西班员的作品的话 我这里面也加上那个 对 西班员的作品 Judy也可以拷贝一下 他这个西班员的作品呢 就是说 这里面就是说 专门要提到 它有不同的版本 我们要看的 你要记住 你要记得的东西 就是应该台湾出版的繁体版 而不是大陆出版的简体版 就是说 它有可能大陆出版的是有三节的 我刚才提到 就是这个是有意思的 就是你可以往下翻 你等于是往下翻看看 它还有什么 应该有它的那个 像应该 没有 哦 你可以在《基班员》 那个书的话 很特殊 就你直接打拼 其半员 就是它这个 直接用拼 其半员 对 两个合约 可能合约就是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这么打 没事 然后你搜索一下 对 应该是可以的 拘留和对 然后这里面有北京的第一版 中国大陆出版的 也有台湾出版的那个东西 台湾出版的就是 是我刚才给大家的展示的 那个是就是说 它是繁体字版那个东西 这个书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那个东西 接下来我要看看 就是荣云台那本书 荣云台写了很多书 我们图书馆也 我们中文读书俱乐会 读书俱乐活动 也讨论过他的不少数 除了他的 大江大河1949以外 我们还讨过他 给美军的信 这美军是他的母亲的名字 这本书的话 也是我们讨论过 但今天我们专门介绍 那个就是 大江大海1949 这本书我把那个 它的连接给 给大家发一下 对 这个连接 就你可以点进去 对 那个第二本书就是 大江大海1949那本书 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的话 你在那个中国 那个 那个百度百科里面 就是 他把那个荣云台的 所有的书 就是这本 大江大海1949 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从来没有出版过 从来没写过一样 那么各种原因 你看了书 你就知道 这本书为什么 那这本书 第二本书就是说 提到的天长地久 给美军的信 这个书呢 就是说我们也 在读书会 中文读书会 也讨论过的 也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跟孩子交流沟通 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要就是说 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也可以了解那个 就是说 就是龙云台一个侧面 他的那个 他的人生阅历 是非常丰富的 就是说他 他很多思想 有非常独特的 那个东西 龙云台的 这两部书 在这个里面 他还有别的书 这是大五三下 是他最新 刚写的一本书 刚出版的一本书 这个就龙云台的书 就介绍到这样 那么下面会提到 就是 颜格林的那个书 那么颜格林的话 就是他写的书就多了 在 而且 他的书 改变成电影 电视剧的书 也非常 很多很多 就很多都获奖 那么我刚把 颜格林的那个 对 经历十三 猜这个电影 拍得很好的 归来拍得也非常好 就是那个 洛富安 淹石 这个这本书 小一多贺 这个我们近期讨论的书 也发现拍一层电视剧 那个 老师豪美 这本书 都论图书馆也有 这本书都有 那么别的书 都论图书 监狱 这陈聪 是陈聪导演的还是陈聪主演的 我忘了 但是肯定有陈聪的影子 就是陈聪参与的那个 玩知青的作品 就是天语 范华 也是写的那个 所以 他是一个非常高产的 而且是影响力的作家 严格林 好 那么接下来 最后一个作品的就是 藏领的作品 藏领的作品 我先把那个 他的连接线 给你连接 觉得你可以把那个连接点进去 藏领的作品很多 他是 他的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 他有两部作品 是我特别推崇的 我都读过 而且是 可以说劳燕 中英文读过 金山也是中英文读过 金山是这本书 写得非常好 劳燕的话 是写那个抗战题材的 那个一个作品 实际上就是中美合作 在中国浙江文城县 建立的一个 抗战的训练基地 那个故事 金山是讲 那个 我们华人劳工 在加拿大的奋斗史 这个是非常 那个 宏伟的 非常 石板的一个故事 他讲了那个 从来自广东开平的 那个 华侨 在那个 加拿大的那个 温哥华跟 维多利亚 那个地方 五代华人 那个奋斗的故事 非常动能 当然 这里面 大家我要澄清一下 金山那个书 跟金山的 有个电影叫 铁路 他中文也叫 翻成金山 这是两个 不同的 那个 那个电影 不是根据这本书的小说 改编的 这个是根据另外一个 他叫 这个书就改编的 跟这个金山 没有这些关系 两个故事呢 有一些 共同的东西 都里面都会提到 就是华人 劳工在加拿大 帮件 修建那个 太平洋铁路 是Pacific Railway 那个过程 做出重大的贡献 和牺牲 这里面都 这些是一样 但里面的故事 人物完全是没有 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个提到 我看那个 我里有一个 Parentation 那个Judy 你要是 告诉我的 你的email 我直接 发给你 现在我们还有时间 来 来 我传过去 然后 然后你 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果你能 我看一下 你应该有我的email 是吧 你诉说 我的Gmail 还是 我的office的email 你说 我现在发给你 发到微信上 对 你发到微信上 也行 你发在那个 那个就是 那个message里面 底下也行 我现在已经 发到你微信上了 嗯 我看看啊 好 我把那个东西 我马上通过 Gmail把那个东西 给你传过来 这样你可以做 那个展示 大家稍等片刻 好 好 感谢观看 要不然贵康咱们那个课后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链接 发到去里面让大家去看 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 也可以再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 大家现在刚才呢 就是咱们通过图书馆这几个 这个网址呢给大家显示了一下 以上这个六位作家 他们在图书他们的一些 作品在图书馆是可以查到 相关的那个资源的 就是有的是有中文版 有的有英文版有的是有电子版 所以就是 非常方便如果大家是 想要去查看的话呢 是比较方便就可以查看得到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六个作者和他们的 作品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和贵康 一起探讨的 我刚刚把那个东西传给你了 你可以打开 如果你想这么做 还没收到 没关系我们到时候可以反正那个就算是讲完课以后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好 大家看一下就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就是有关这几个 我把那个我的微信号打到这地方 大家有什么客户 如果今天的讲座结束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通过微信跟我联系 然后我可以进一步答疑 好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我们主讲人贵康老师 他的那个微信号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 这个今天讲的内容 或者是我们下一周 想听哪些 哪些图书 想听一些 哪些海外 就是华人这些作家 他们的作品的话 你们都可以 就是在这里跟老师一起 告诉老师 也可以在课下里面 跟老师一起分享 或者是 把那个你们想要了解的内容 发到群里面 这样呢 我们在下一周 下一次课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大家的想法 融入到我们的那个讲课内容当中去 好 那个贵康老师的微信呢 就留在这个地方哈 如果大家有兴趣 有关读书方面 阅读方面 或者是图书馆的一些服务方面 有任何问题啊 那些呢 你们也都可以跟贵康老师联系 那如果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就到此结束了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 那么我们今天呢 是中国传统的小年 在这里呢 代表云上俱乐部 祝所有的朋友们小年快乐 然后下一周呢 是下周六是除夕 所以呢 我们下周六呢 就停课一次 希望大家都能够和家人一起 快快乐乐的度过中国传统的除夕 大年三十 好 今天的活动呢 就到此结束 感谢贵康老师来到我们的云课堂 也感谢所有来参加 我们今天讲座的朋友们 我们1月28号 周六晚再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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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谢谢